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家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这个极端气候影响的也不是只有印度 美国它钢旱气候造成上个月 那也是小麦减少了21% 所以我们讲钢旱气候 这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本来大家对印度三月 它成长得不错 它说它要补俄乌战争 造成了小麦的缺口 本来大家都期望这样 结果现在突然它说它不能出口 希望落空了 那类似这样的突然之间 下令禁止出口的国家有20个 那俄乌到底有多大的减量 因为俄罗斯是小麦全世界第四 那乌克兰是第七 两个加起来占30% 那30%本来 本来就是都是透过这个奥德萨 从那边从海运出口 那结果现在卡到那个蛇岛 那就很麻烦 结果海运的部分就大 运不出去 运不出去 结果只好改陆路 可是乌克兰的铁轨跟欧洲不同轨 所以要增加价格就要10% 那我们刚刚你有讲到那个19母 就是俄罗斯已经占领的那个城市 19母就是乌东 乌克兰最大的小麦生产地 所以就种种因素 那造成乌克兰大概今年出口的小麦 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 大量的减少 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啦 我们现在看到了 大概有人就说啦 如果这个情况没有改善 明年就立刻会产生 4400万的鸡民 立即产生 我得到的数据 事实上是这样下去 到最后会高达2亿人 可是明年就会立刻产生 4400万 我这个讲的鸡民是指没东西吃的 那事实上我们对缺粮 它还有一个不同程度的 比如造成营养不良 或者整天处于饥饿状态 或者是一个礼拜有几天处于饥饿状态 那这个恐怕就会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而且缺粮 就算没有缺粮的话 这个粮食的价格也是会飙高 小麦就涨了60% 到目前为止 今年 今年以来 彭博也敌出预警 我们是只谈小麦 事实上还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粮食 因为俄乌就是大粮仓 事实上奎花紫油我们也讲过 现在德国人已经不再煎香肠了这样 那英国也不再炸鱼了这样 因为奎花紫油90%都在乌克来 所以你看好死不死 现在是说俄国 俄国反而小麦还不错 产量可能创历史新高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看看俄国是不是就更有谈判的筹码了 本来是能源 因为账价 没错 它的这个价格你看光是这个印度一宣布之后 15号的晚上芝加哥小麦期货就飙了将近6% 开盘就直奔涨停板 所以价格只会更高 那卖粮的不就赚了吗 那所以就俄罗斯 俄罗斯一定现在想说谁要来跟我买 对不对 那大家可能都很需要 而且还出了一个纠纷 就是19亩的小麦 还是有人运出在卖 那结果钱汇到19亩的公司 事实上是汇到俄罗斯手里 所以乌克兰政府在抗议 是是 好 但话说回来 现在大陆也要面对 面对的是小麦够不够的问题 还有小麦 山东 河南 河北 这些都是主要的产区 那介大使你看现在就有人说 农民其实他们有的是等这个提前收割清麦 那是为什么呢 是要把它当作饲料 小麦不是应该要先给人吃吗 但是没有 它是提前收割清麦作为饲料 为什么 因为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 一亩地可以卖1500或甚至到2000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般人这样子来吃 当粮食的话 可能只卖1200到1300 那现在那到底该怎么做 是不是这个情况要赶快把它改变呢 比方说现在小麦 当作这个玉米清煮饲料的替代品 这个情况要不要变一下 之前为什么说玉米好像不太够 因为河南之前有水患 所以影响到了它的产量 就用小麦来 但是小麦现在人需要吃 小麦怕不够 所以到底要怎么面对呢 现在中国大陆也要好好的想办法 因应这个粮食的问题 大陆甚至还有网友建议 说大陆不是有很多有名的白酒吗 你看茅台有名吧 五粮液够有名嘛 结果现在就有人建议说 要不要稍微让它的量减少一点 否则你看像五粮液以它为例 小麦大米玉米高粮糯米 是五种粮食发酵酿制而成 做五粮液要用到小麦啊 所以呢介大使 现在大陆是不是也要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该如何因应呢 我想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产粮大国 当然它现在这个在国际上 购买的这个粮食比例越来越高 不过前一阵子在我想在去年的时候 大陆就已经要保障 它的基本的耕地的面积 因为事实上的话 你这个土地的使用啊 当然是朝最经济的方法使用 那很多地方政府它圈地 开发工业区或者说住宅区 都慢慢越来把这个过去农用土地 都把它这个重新改地幕出去了 所以大陆我看最近几年的政府 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那个基本的那个耕地面积 那它一直强调这个农产品的 自给自足 所以我想这些不管是河南啊 或者说这几个产粮的大省 这些现象我想也不是现在才有 也不是现在才有 这种你当然你的农作物什么时候收割 当然是以它的经济效益 效益最高的时候 对农民最有效益 从它来说高 不过我想中国大陆 基本上农政单位 基本上对这些现象 我想以中国大陆体制的话 它应该是有比较强的控制手段 而不是完全让农民就说基于什么 基于市场的价格 来做它的这种用途 收割的用途 那包括还有这些用酒 酒使用的这些粮食的分量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不过现在全球你比如说 刚刚这个国委员讲到就是说 可能有4400亿的鸡民 或者4400万的鸡民 到最后可能两亿的鸡民 其实这个联合国一直有提出警告 其实联合国在恶务战争一开打就提出来了 他说这个粮食是会一个大问题 那联合国我想这个 这个好国联合国粮农组织 一定在密切关注 不过这个缺粮的问题 基本上在这个粮食的市场化 当然你还是 你这种有钱的人是一个 比较可以保障你自己国家 老百姓是不是吃得上粮的问题 不会饿肚皮 那所谓这个鸡民的话 基本上那个联合国也在讲 大部分是在非洲国家 在非洲国家 这个非洲国家 其实他本来他就买不起粮 他这些粮就是靠人家接济的 那等到粮食不够的时候 当然有钱的都把粮食都买走 就不出口了 就减少了 减少 这个当然对中国大陆经济会有影响 可是现在有个国家 事实上的话 他的粮食已经不 他的食物价格一直在往上抬了 哪一个国家 美国 美国过去是长期享用 食品低价的一个国家 可是他现在通膨了 会受这个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 虽然他是一个产粮大国 可是国际粮价的往上提 也会影响美国的物价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 就是说对这个社会的经济的影响 或是国家稳定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大陆问题是不是还在后面 那么真正最第一个是 这个非洲这些国家 第三世界穷国 第二个美国 第三个欧洲 因为这些国家已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了 那么而且他这种粮价还在继续往生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当地老百姓 比较已经怨声载道的情况 继续再往上升的话 我觉得从国际社会我们整个来讲 第三世界穷国 美国 欧洲 那中国大陆的影响是排在后面 你买物化器呢会送你水神 那么家里面 8坪以上的 5到6坪的或是小坪数 都有不同的选择 它的物化时间 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 怎么买 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 记得哦 帮我输入CTI 285 这是我们辣碗报的团队代码